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希望之声的前方记者唐韵 现在呢我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华盛顿纪念碑下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天呢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在国会山下举行了一个聚会的活动 同时呢又进行了一次游行 那现在呢太阳是基本上下山了 经过一天烈日的考验之后呢 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选择坐在这里 继续参加今天晚上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烛光守夜活动 那在今年呢已经是自1999年开始 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第23个年头了 法轮功学员呢每年也选择在这7月份 华盛顿地区最酷热的天气里 坚持不懈的来到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 今天晚上大家看到了在后面的绿草坪上 聚集的法轮功学员呢依然是有上千人之多 虽然现在是疫情的情况下 他们呢从美国的各地赶到这里来 在以往的纪念活动当中呢可能还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那今天呢他们当中呢是从 华盛顿附近的一些州和城市赶到了这里 那在一会儿太阳落山之后 他们呢会举起手中的烛光 悼念那些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 根据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的统计 到目前为止呢被迫害致死的 有名有姓的法轮功的学员已经有4000多人了 大家看到在绿色的草坪上有白色的悼念的一些字样 同时呢每一位法轮功的学员 他的面前呢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法轮功修炼者 他们的照片和花环 整个的气氛呢让人感到一丝肃目和一点哀伤 那一会儿的话呢按照我们以往报道的一些经验啊 他们会播放一些法轮大法的修炼者 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 然后在夜幕当中呢点燃手中的点点烛光 在我们的集会现场 现在呢依然是蓝天白云 人们自由的在这里行走 在美国呢是有信仰的自由的 但是您可能想象不到在中国竟然有这么大量的人 他们依然因为自己对信仰对自由的追求 而失去自己的自由甚至是生命 所以的话呢我们电台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节目上 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 把他们的心愿呢散播开来 能够鼓舞这个世界更多的人 也非常感谢您观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如果你也想帮助他们的话 请转发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请摄影师把我们的镜头 录下来一些烛光首页的画面 希望这美好的音乐 还有美丽的画面 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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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